半年私塾却登上北大讲坛 成为学观中心的开宗大师 特立独行的一代怪节 先生 雄实力 在1967年出版的美国哲学百科全书 和1968年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中 分别收录了同一位中国哲学家的专条 书中称他为中国当代哲学之杰出人物 然而 这位被全球学术界认可的中国哲学家背后 却是一段几乎没有正规学历教育的坎坷人生 这位完全凭借天才和自学取得极高学术成就的哲学家 名叫雄实力 雄实力是我国现代哲学史上最具有原创性和影响力的哲学家 他的全部工作简要的说就是面对西学的冲击 在儒学价值系统崩溃的时代 重建儒学的本体论 重建人的道德自我 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 同时 雄实力也是一位特立独行 无所一棒的怪姐 他由贫瘠的恶东相间自学成才 凭借上天以斯文属于的狂者倾诉以及种种机缘 最终任教于北京大学 成为后五四时期 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哲学奠基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Vote pessoa V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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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都无力追递 在这样的贫寒家庭中长大的雄师利 自然无前上学 只能偶尔有时间到父亲担任老师的相熟旁听 父亲看他好问好学 就经常带着他学习 令父亲敬意的是 年幼的雄师利显示出了超强的学习能力 他曾在一天里将三字经倒背如流 拍摄时 摄制组有幸找到了 今年已99岁高龄的严炳华老人 严炳华是雄师利弟子李渊亭的夫人 曾经在重庆北辈的缅人书院 与雄师利比邻而居两年 80多岁高龄时 老人还曾根据自己的回忆 写下了大量关于雄师利先生的纪念文章 兄姐妹跟我说 她刚才红亂一个度命运 她大二一步 二十四次这一个命运就开完了 老婆也有学梦啊 熊十利十岁那年 父亲染上了肺病 其间又遭到乡间恶霸的欺凌 贫病交加 狠狠而没 临终前 他覆着儿子的头说 你中当废学 这是命啊 可是你体弱多病 怎么干得了农活 不如学点裁缝的手艺 胡胡口算了 但熊十利在父亲的病榻前立誓 儿子无论如何 也要进城您的志士 不敢荒废学业 熊十利的父亲去世后没两年 母亲也离世了 兄长把他送到父亲的朋友何先生的私塾里读书 这是熊十利平生第一次 也是唯一一次进入学习 何先生十分喜欢他 允许他免费上 但熊十利常常逃课出去玩耍 小小年纪就放任不羁 还曾口出狂言 举头天外望 无我这般人 他不喜欢受礼仪的约束 且十分欣赏先秦时 鲁国大夫子桑脖子的洒脱 不穿衣 不戴帽 喜欢日光玉 他这个人就是很那个 非常自信 但是也非常狂傲的这么一种性格 追求一种自由 他爸爸有一个学生就说 你这样的放荡不羁啊 这个将来要出事啊 在私塾学习半年后 因为难以数 熊十利离开了学堂 而这半年的私塾教育 也成为了他仅有的学历 从那以后 这个性格叛逆 追求自由的天才少年 步入了一段 与大多数人截然不同的传奇人生 距离黄岗132公里的湖北武汉 是中国内陆最大的水路空交通枢纽 自古被称为九省通渠之地 1900年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 慈禧皇太后和光绪皇帝 被迫吸收 这一年 以介绍西方科学常识 和社会政治风尚 为主要内容的 革制启蒙 也传入了湖北 熊十利通过阅读这类书籍 了解到世界格局的变化 因而产生了关怀政治时局的冲动 于是 年仅15岁的熊十利 和同乡的几位有志青年 离开家乡黄岗 来到武汉的武昌镇 参加了新军 预谋革命大师 1905年张月 熊十利的密友 刚刚新婚数月的王汉 刺杀清朝高官铁梁未遂 被捕时投井自杀 年仅21岁 这一事件 极大的刺激了 当时在武汉投身革命的热血青年 他们于1906年2月 成立了革命团体日之会 主要在新军学生与会党中 开展革命活动 这期间 熊十利自行创办了 黄岗军学界讲习社 每星期举行集会演说 借孟子的民本主义 和王富之的民族思想 来弘扬民权观念和民族意识 当时 熊十利自学了大量儒家经典 尤其写周易 他看到了康有为的十里功法全书 却觉得很是浅薄 初步了解了西方哲学后 他也认为其理论支离破碎 而他独独对中国古代的 诸子百家思想深深痴迷 1911年10月10日 湖北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武昌起义 三千多名革命党人 进攻当时的湖北总督府和司令部 并取得了胜利 第二天 湖北即总建了军政府 宣告废除清朝宣统年号 改国号为中华民国 林元宏被推举为都督 随后 熊十利担任了都督府的参谋 这期间 熊十利还参加了光复家乡黄冈的活动 在光复后的庆祝会上 熊十利写下了 天上地下唯我独尊八个大字 这也是佛的首印 好像左手指天 右手指地 天上地下唯我独尊 这样一个意思 这也是一个 就是能够在天地之间 挺立自我 创造性地解读 古今中外的哲学资源 它是这样一个 表示这样一个情怀 其实也象征着 整个世界要进行到一个新的 新的寄予 要开拓一个新世界 革命成功了 要开拓一个新世界 那对于它来说 它可能也要进行一种新的生活 然后它对未来是充满向往的 但对于革命后的社会生活习气 熊十利是失望的 它曾将自己的失望诉诸彼端 当官的人丧狂 结党营私 排除异己 混淆是非 不顾国家大计 生活奢靡 恬不支持 他说是革命成功 走狗当道 这个革政不如革心 心灵的心 他说我们国民党的这些同志 就是没有在身心上下功夫 修养下功夫 一心只是贪污腐败 然后军阀的横行霸道 毛北新的生活 仍然非常的痛苦 所以他觉得革命 对他来说 确实他要走上另一个途径 他觉得 他参加二次革命 以后 他就很失望 他是对当时的政治状况 非常不满 1913年初 中华民国的主要缔造者 民国初期第一位倡导内阁制的政治家 宋教仁被刺杀 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 也以失败告终 雄势力备受打击 他眼看着党人争权夺利 革命终无善果 因此感到心灰意冷 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 他总结出 祸乱之起 都是因为军阀官僚 贪淫齿迷 悲屈苟且 以及国民的无知造成的 他逐渐认识到 救国的根本并不在于革命 而在于学术思想的兴盛 这一时期 雄势力在庸言上发表闸记五篇 这是他最早见诸报端的文字 五篇文章分别涉及了 如 是 道 耶 以及汉宋学术等方面 但他们表达出了一个共同的思想取向 就是修养心性 魔力品行 复兴学术 进而影响政局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雄势力下决心脱离政治 专注学术 成为他人生中最重大的转折 1918年冬天 雄势力又把自己的笔杂 25篇整理成册 名为《雄子珍新书》 请蔡元培过目 并希望作序 书中 雄势力对于当时社会道德体系崩塌 人民信仰缺失 表示了担忧 蔡元培看后大为赞叹 认为雄势力的内心世界非常深远 不是那些追逐物欲的人可以相比 虽然脱离了革命 专攻学术 但雄势力特立独行 无所依望的真性情 却始终不改 早在1913年 雄势力就发表了一篇《见安随笔》 文中 他批评了佛学 了尽空无 使人流荡失守 未能解腹 先自于闲 其害不可胜严 认为佛学是消极的 很快 这篇文章就被一项尊崇佛学的梁树明看到了 三年后 梁树明发表《究缘觉》一论 认为雄势力对佛学的批评 是不了解佛学真意的表现 在这个学术博弈的铺垫下 1919年暑假 在天津南开校园教国文的雄势力 专程来到北京 与梁树明讨论佛学 两人虽一见相左 却一见如故 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20年 经梁树明介绍 雄势力进入南京支那内学院 师从欧阳敬吾大师研习佛法 欧阳敬吾是近代著名的佛学居士 张太炎称赞他的学问 在千年内无人能及 其弟子众多 张太炎 梁启超 梁树明等都曾向欧阳问学 初到学院的雄势力异常贫穷 弟子徐副关曾描述 雄老师年轻时穷得要死 在某山寨交门馆 没有裤子换 只有一条裤子 夜晚洗了 就挂在菩萨头上 晾杆接着穿 在内学院时 也是常年只有一条裤子 有时没得换 就光着腿 外面套一件长衫 因此人颂绰号 空空道人 开始时 欧阳静武并没有注意到雄势力 后来听说 蔡元培给他的书作序 欧阳才找他要稿子看 看到雄势力的笔记 他大为惊叹 在南京求学的两年间 雄势力不仅写出了 《维时学概论初稿》 还阅读了 《成怡》 《诸子》 《王传山》 《康有为》的著作 同时他还钻研经学 《子学》 《佛学》 和《西方哲学》 短短短几年 雄势力就对如是道 对中西哲学有了新的体认 这是北大红楼 1916年 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 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推行改革 使北大成为全国的学术和思想中心 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测源地 1922年 37岁的雄实力 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特约讲师 主讲佛家法相为时 月薪120块大洋 在当时的北京 一块大洋可以请一顿涮羊肉 要逛公园 一块大洋可以买20张门票 至于精神食粮 一份报纸零售三分钱 一块大洋即可订阅整月的报纸 相对于当时一般的工人 只有五到十个大洋的月薪来说 雄实力绝对是直接进入了富裕阶层 生活品质直线上升 当时北大的学生还很有自主权 学校聘教师 学生要参与并提意见 如果学生不答应 校方就要重新考虑 因此没有教授敢在课堂上训学生 然而雄实力却从来没有收到过 学生的投诉信件 雄先生讲课 他好骂人 喜欢骂人 所以的话 听他课的人 不管是学生也好 弟子也好 还是说甚至说跟他同辈的 这个至交好友 同辈的这个教授同事 显有不被他骂的 他是一边讲课 一边他有时候讲到高兴出 他就忍不住要那个 表示对学生一种亲热 拍人家后背一下 甚至拍一下人家投一下 他自己也是航母出生 力气比较大 学生们都不敢做第一排 做到最后一排 他要从最后一排敲来的 原来是做第一排的被敲 后来是做最后一排的被敲 所以他声音很洪亮 说深圳 深圳这个唐语 声音很洪亮 讲起课来很投入 这是他讲课的 的确是有他的这个风格 了 词曲 艺术 舞优独播剧 艺术 从周登 艺术 相留优独播剧 剧场 艺术 展戈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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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把我掐住 我把你掐住 他们打完以后呢 两个人其实是被别人拉开了 拉开了以后 那其实就是为他们的学术观点 才有这样的行为 打完以后人家照样还是好朋友 1932年 经过十年的思考与积累 熊石丽发表了 他在学术上的钢顶之作 《心为时论》 标志着非生中外的 心为时论哲学体系的诞生 书的署名也不一般 黄刚熊石丽造 跟佛经的署名 某某菩萨造一样 后来他还自称 熊石丽菩萨 他试图在讲 在北大讲 《心为时论》 要有一所创新 要希望能够把 欧阳静武老师那里 学到的佛学 佛法 能够创造性地加以解读 所以那个时候 他取了这样一个名字 是一种这个菩萨 到了一种很高的一种 这个德行 道行的这样一种境界的时候 才能够这样称呼 那么他就觉得 他自己有这样一种 这个气魄担当 他就以这个实力这种 来做自己的名号 在《心为时论》这部著作中 熊石丽对传统为时学 采取洋气态度 指出传统为时学的毅理 过于繁琐和复杂的缺点 书中虽然包含有为时 法相的内容与思想 但又杂取了禅宗 天台 华言 以及周易 老庄 宋明理学等各种学说 重点是谈体育关系 可以说 这已经不是一部 纯正的维时学著作了 此书一出 立刻引起了佛学界 特别是熊石丽 同门师友的激烈攻击 他批评的重点 实际上从佛学 回到哲学里来了 他是站在哲学的立场 来批评佛学 欧阳大师他们不能理解 他的一个看法是 其实熊先生的深意 是批评西方的那种分析 就是近代西洋的哲学的一些分析 但是他是故意的用意用 对佛学的这种分析 来加以批评 所以 当然他的这个用心 他的老师 他的同门的师兄弟们 也没有理解 与佛学界等人相反的是 蔡元培 马一福等学术界人士 却对熊石丽的书 推崇备制 当时蔡元培站出来 力挺熊石丽 并为他的新书写序 习二千年来 为教界所限 未有以哲学家方法分析推求 直言其所疑 而视为补证者 有之 则自熊石丽先生之 心为实论时 蔡元培这篇序的大意就是指 熊石丽是两千年来 用哲学家的立场 阐阳佛学的第一人 然而 熊石丽与师门的这场论战 一直都没有平息 1942年 欧阳静吴大师在江津病危 熊石丽听说后 到江津内学院探视 希望与老师见最后一面 当时内学院同仁 怕大师见了这位 背叛师门的学生后 情绪会受刺激 劝他回避 因此师徒二人 终未能见最后一面 1932年 正在北京大学 读大三的《牟宗三》 看到一本心为实论 当时几乎是一口气读完 随后就托人引荐 希望能见见作者 熊石丽 后来 牟宗三在《五十字术》一书中 描述了他第一次见到熊石丽的情景 不一会儿 看见一位胡须飘飘 面带病戎 头戴瓜皮帽 好像一位走方郎中 在寒气色索中 刚捡完小手走出来 那便是熊先生 他那时身体不好 常有病 他们在那里闲谈 我在旁边吃瓜子 也不甚注意他们谈些什么 突然听见他老先生 把桌子一拍 很严肃地叫了起来 当今之事 讲晚舟诸子 只有我熊某能讲 其余都是混车 牟宗三见过熊石丽之后 立即就选了他在北大开的课程 牟宗三第一次见到熊石丽时 23岁 此后一直到他41岁 都陪伴在熊石丽身边 熊石丽成为了影响他一生的人 后来牟宗三也成为了 现代新儒学大家 并与熊石丽的另外一位学生 徐富冠 并成为中国现代新儒学 第二代的代表人物 从1946年起 台湾基隆港港口就陆陆续续 开始有从大陆来的人 那一年大陆千台人数 37,978人 到1948年 人数已达到98,580人 1949年 国民党军政机关大规模 迁往台湾 人数更是达到了200万 熊石丽的学生 徐富冠和牟宗三 也在这个时候来到了台湾 这一时期 熊石丽也很不得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来的体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和刚从美国回来的华罗庚先生一样 熊十丽来到北京后 住在交道口附近的五间北房 房子是由董碧武预先租的 家具齐全 很是宽敞 住了两三个月 熊十丽嫌院子嘈杂 无法写作 写信给董碧武要求调换 此后他又搬至护国寺大绝胡同十二号 但也没住多久 最终又牵至石刹海后面的一所小四合院内 而此时 熊夫人正和儿子住在上海 夫人也曾表示 想到北京来住一段日子 熊十丽却怎么也不肯答应 徐富官回忆 熊十丽说过 要想做学问 生活上要和妻子隔开 你和太太孩子这样亲密 怎能认真读点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就是想把这个历史上有利于当时 为当时的新中国做一些理论的论证 和支撑的这样一些东西发掘出来 一个是论证他 支撑他 一个是又引导他 为他指出一个在他看来比较理想的方向 于有人认张江林的时候 他就批评了张江林毁书院 这个毁济学术这个不好 其实也有一点 跟我们中央领导建言的这个意味 就是说政府可以有他提倡的一种主流的 一个思想或者说意识形态 但是的话却不可以阻挡这个学术的自由研究 和这个自由创造 然而这样的生活没过多久 雄师利就颇感郁闷了 当时北大哲学系教的 多半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课程 渐渐的原来的好友来往不多了 前来问学的学生也越来越少 这时雄师利渐感孤独 1954年10月 雄师利因赶到年老 不耐北方严寒而离开北京 移居上海 此后便讲谈 雄先生到上海以后 他的这个应该说 整体上来说他的心境是比较孤寂的 因为当时整个的这个时代氛围 他就是说对于这个维心论 雄先生所讲的东方维心论 就整个上吃的是一种 就是比较批判 或者说是一种就是漠视的态度 他是希望有人传他的学问 他把中国文化 中国哲学的这个精神 人爱人得良知的这个东西传下来 这个学问的大头脑 要把它传下来 本心的这个人德本心 这个中国文化的这个核心价值 要把它传承下来 但是当然这个那个时候 那个氛围之下的这个 他的这个学问的 被认为是维心主义的 所以他也有点苦闷 像任吉玉先生 上点地址 任吉玉华尔公安写信 他说雄先生 他说我对不起了 他说我要跟你分手了 我要去学马克主义了 志成英元帅还在上海市的一个 教师的大会上说 你们要去讨教 要去问学 我想雄先生去问学 不要怕说是维心主义 维心主义也是一种哲学嘛 也要学习嘛 由于得到诚意的照顾 雄师弟在上海的日子 还比较好过 但作为上海市委统战部的工作对象 他的生活除了著书外 还多了一项汇报思想工作 育游运动 也难免要表一下态 1957年6月 他写信给统战部 信中有 今天剑报在 张伯军自认造谣反党 真可耻口恨 1959年2月的信中 有昨年大跃进 中外昏腾 金岁更当一日千里 但信中更多的是生活方面的要求 如住房问题 吃饭问题等等 雄师弟爱吃肉 甚至一顿饭能吃一只鸡 他曾专门写过一篇说时 于以为 国人生命上缺乏营养 此不可不注意也 他说我自己要写书 要耗尽脑子 要有营养 那个时候也是物质匮乏的时候 不是像现在 但是他有时候也跟学生开玩笑 说这为了鸡汤 别跟你师母说 我自己吃 雄先生曾经受到他的弟子 徐副官的邀请 在他家中小住了一段时间 然后换了那会儿 徐先生的小女儿 年纪也不大 雄先生就逗弄他 问他喜不喜欢雄爷爷 小姑娘童言无忌 不喜欢 为什么不喜欢呢 我们家好吃的东西 全被你吃完了 雄先生哈哈打笑 到上海以后 雄实力虽然没有再登讲坛 但他依然坚持著书写作 身体大不如从前的他 常常凌晨一两点钟就起床 拖着病体坚持写作 1956年 雄实力完成了 原如一书的下卷 全书共33万余字 以六经著我的精神 重新阐释了儒学经典和儒学史 是雄实力论述儒家思想的代表作 书中以儒家经典为依据 综合考验与分析 论述了孔子开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宗旨和内涵 斥责了后人对孔子儒家正统思想的曲解 原如出版以后 政府文化部门曾将这本书分送给印度 日本 苏联和东欧来访的朋友 使雄实力的学术思想传播到了海外 1957年 雄实力完成体用论 1958年完成明星片 后又写成乾坤言 乾坤言刚开始写到两三万字的时候 雄实力便浑身是病 但他仍然坚持 终于在77岁时 完成了这本二十万字的儒学经典 当时 中国哲学会希望雄实力能加入其中 雄实力却提出两个条件 一是不开会 二是不改造 那么雄先生当时为什么要提这两个条件呢 因为当时整个的学术风气 受政治的影响特别大 很多学者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面 都尽弃其所学 也就是尽弃旧学 改宣跟章 但雄先生不愿意变 他说改造了就不是我了 他给马一福先生的信中也说 自己是缺乎其不可拔的 也就是自己的这个主张 是不可以改的 1965年 下半年 当弟子习富裕去看望雄实力时 发现他一人独坐屋中 身穿褐色长衫 扣子全无 只用一根麻绳做腰带 样子像个老僧 他为自己定有三界 不出门 不会课 不写信 衰年囚境 辽以足岁 纵观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界 雄实力独树一致 他虽然对胡适等人全盘西化的主张 持批判态度 但又不沉迷于圣贤经典之中 而是对传统文学做了较彻底的反思 并且吞吐百家 独创了思辨枕密的中国化的哲学 雄实力一生力图理解时代 把握时代脉搏 而又以热闹喧嚣的俗臣世界 与新朝 与时髦 与政界和商界 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绝不随波逐流 哪怕是在他所处的学术界 他也是独行孤王 对于自己一生的特立独行 雄实力曾以自我辩解 人们说我孤了 我认为人不孤了到极度 不能无事协和 凡是有志于研究学术的人 都应当有孤王精神 这两句话 或许也是雄实力 对自己一生最好的概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